曾普選聯盟委託中大、港大、盛大和浸會大學等多位學者 設計3個有提名委員會的普選特首方案 方案1 在原有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上加400多個民選區議員 任何人只要得到十分之一的委員支持 或者有百分之二登記選民 即是大約7至8萬人支持 提名委員會就應該通過成為候選人 第二個方案就是由全民普選產生 將全港分為20區 每區選20個 得到十分之一提名委員會支持的就可以參選 第三個建議就是由全體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 有分設計方案的馬岳說 選民有提名權才可以體現民主 他認為提出的三個方案都符合基本法 如果你說完全沒有提名委員會 可能會被理解為違反基本法 違反基本法45條 但是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 提名委員會組成之後 應該按什麼程序來決定 哪些人可以進入普選的階段 其實基本法沒有寫清楚 故知我覺得這裡應該有一個空間 其實大家可以看的 增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錫就說 會以民意調查或者是無以公投的形式 年底前在三個方案中 選出一個終極方案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郭詠詩報道 請問一下